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俗话说 大脑使用的越多 它就越灵活 如上述描述 大脑使用程度也是影响本病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生活中 老年人最好能养成锻炼思维的习惯 如看书 看报 下棋等 这样能有效地缓解大脑老化 预防疾病 没有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衰老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 但是相对于女性来说 男性在外表上会衰老的慢一些 可是衰老不仅仅表现在外部 而是身体全方位的 那如果男性身体没有下面三个表现 说明呢 你还算年轻 离衰老还很远哦 表现一 脱发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一些中年男性头发都比较稀少 这是因为男人一旦过了三十五岁之后 身体就会出现衰老的症状 而脱发就是身体重要的表现之一 脱发就说明毛囊开始衰老 而且因为体内的雄性激素分泌越来越少 肾脏也会衰老 这也就是导致脱发的重要原因 表现二 便秘 很多人认为便秘很正常 几天就好了 但是经常出现 这就是肠道衰老的标志了 因为肠胃功能消化开始退化 身体的新神代谢变慢 就会造成排便不畅的情况 那时间长了 身体里的毒素排不出去 对身体就会造成伤害 那如果四十岁之后 你还没有这样的症状 说明呢 你还算年轻 表现三 身体发胖 很多男人一旦过了三十五岁之后 身体就会出现大大的啤酒度 这是因为年纪大了 肠胃蠕动的速度也变得越来越慢 这样消耗身体里脂肪的速度也就越来越慢 所以呢 就造成了身材臃肿的情况 这也是衰老的表现之一 如果你没有的话 就证明你还很年轻哦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穆子 很多女性朋友都会出现金钱 头痛和其他不适的情况 那这些可能是金钱综合症 一般女性金钱不注意情绪 压力大 就会造成这种不适的情况 那么金钱头痛可能是三个原因引起的 第一个 就是金钱综合症了 这个是常见的症状 很多女性在月经前期不注意保暖 调节情绪 再加上压力过大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平时一定要做好月经前的调节工作 避免出现金期综合症的情况 第二个 不注意饮食 很多女性爱吃凉的食物 尤其是在夏天 而且还有熬夜睡眠不足的情况 这些都会导致金钱头痛的情况 所以女性朋友应该多注意休息 多吃温热性的食物 最好可以多吃一些补铁的食物 这样可以增加铁元素和蛋白质的摄入量 第三个 肝气郁节 气血亏虚引起的 因为女人以血为本 而肝藏血 所以如果肝气不输 气血欲致 就会导致月经量少的情况 那寻经上扰轻翘 就会引起头痛了 那么平时应该怎么调理呢 可以调整饮食 饮食要均衡 还要学会调节情绪 保证睡眠质量 这样经前头痛的症状 自然也就好了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枸杞自古以来就是非常滋补的食物 那很多人为了省事 都喜欢在办公室直接用水泡它喝 其实这样单纯的泡枸杞 营养并不能全部吸收 那如果把枸杞和其他的食材放在一起泡 效果就会翻倍 一 将龙眼和枸杞一起泡 取枸杞和龙眼那颗20克 葡萄干50克 将它们洗干净放到茶壶里 然后再放入20克蜂蜜 用适量的热水泡20分钟 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安神助眠 对失眠多梦的人有很好的调理效果 二 将大枣和枸杞一起泡 取大枣10克 枸杞8克 先把大枣用锅炒10分钟 然后凉透后和枸杞一起泡水喝 那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健脾养胃 护肝明目 并且红枣还能够补气养血 这样泡水喝对身体好处非常多 三 将枸杞和山楂一起泡 用新鲜的山楂或者是干的山楂都行 将枸杞和山楂放在一起 用开水泡个15分钟左右就行 这种喝法可以帮助降血脂 保护血管 而且对动脉硬化也有一定的作用 那要注意枸杞虽然好 不易吃多 而且枸杞的温热效果很强 所以感冒发烧 身体里有炎症的 最好就不要吃了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